在Night的新版本里面提供了一个功能 就是长按Night图示 它会自动弹出一个视窗 那我们可以选择新的聊天室 然后新的聊天室 首先第一个你要先选要跟哪些人聊天 假设你要跟某一个人聊天 就点一下以后的按建立 它在左上角会跟你讲你选了几个人 假设呢你选了很多人 那就变成群组聊天 那就变成群聊天 那我只选一个人以后我按建立 按建立以后呢 你就等于说你跟他聊天 那以前呢你跟他有聊天的讯息呢 也会同步秀在画面上 如果没有聊过天第一次聊 那当然是空白的 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 就是先直接快速进入到聊天室里面来 再次聊天室里面